刘萨 喂 接杜先生 杜先生 是我 陈家胡已经闭门不出 很长时间了 破译也没有丝毫的进展 是 是 我会继续关注 是 新的电报 你看 格式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 就是它 难道鬼子又要来轰炸了 家虎 那咱们怎么办 是继续推算还是 报上去吧 我们不能再等了 这合适吗 我怕万一 不 怎么报 就说起点 根据可靠警报 第一机会在两到三个小时之后 对重庆进行无差别的轰炸 怎么了 我怕报上去万一有误 对你的影响不好 对我的影响 能有千家万户的性命重要吗 林荣荣 出了任何问题 我来负责 报可以报 毕竟也许可以挽救成千上万的性命 但是咱们在措辞上 不要那么肯定吧 要报就报确凿无疑的 否则不报 你去吧 好 我去报 对对对 立刻转告杜先生 迪竟要来轰炸 应该在两三个小时之后 具体情况我不大清楚 我想陈家虎肯定是破云了密电 好 这个陈家虎 果然不负众望 走 看看这位大博士去 家虎 我真没想到 二号线你这么快就给破云出来了 恭喜你啊 陆所长 我必须如实地跟你说 二号线我还没有破云出来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这我已经上报上去了 那你这结果怎么出来的 不会又是猜的吧 我是猜的 但我依然是有根据的 你别再跟我玩这个百分之八十跟百分之二十的游戏了 好 上回算你压保压对了 这次你能保证你自己能猜对吗 如果错了的话 后果这什么心灵比谁都明白 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如果对了呢 至少可以拯救成千上万的生命 由于高炮部队及时迎战 成功封锁了敌机进城的航线 这次轰炸行动被粉碎了 这也是城市防空部队组建以来 第一次发挥了高炮的威力 将敌机聚在山城之外 同时也捍卫并抬取了黑市的威严和地位 烧秋 还没吃饭啊 不饿了 一会儿去吧 赶快去吧 我跟你说啊 今天食堂加餐好菜可不少了 加什么菜 陈佳胡不是下午通报了日本轰炸吗 咱们的防空部队打下了两架日本飞机 这加餐呢 是上级扣劳咱们的 哪儿扣劳陈佳胡香猫碰上死炮子呢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不是 酒干嘛知道吃了 看你胖了 你胖了 别管了 我只记得份聚在里面 你胖了 你胖了 我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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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胖了 你胖了 我胖了 船肠是圣魚 明天这事多解气啊 就是犒劳自己 你也应该休息一下 我是想休息啊 但是日军的红炸机 能休息吗 他们的气象台能休息吗 得抓紧时间 把气象台找出来 进了 陈先生 所长送给你的 谢谢 你看 所长都有所表示了 要不要喝一杯 等找出气象台以后再说吧 好好喝一杯庆祝一下 快 快 快 太装了 快 快 快 这是干什么 海瑟瑟 林小姐 你好 你好 放在这里多合适吧 这台流星机 送给你 还有 这些流星的长片 送给我这干嘛呀 这都是你最喜欢的 我知道你今天胜利 这件事情本身值得 庆祝和奖励 所以 我想把我最喜欢的东西 送给我最欣赏的人 再说 以你现在的工作的长度 你比我还需要 音乐能给你带来的 放松 来 坐下来 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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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 工作与休息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充分地进行 休息和放松 大脑 才能有效地运作 好了 海瑟瑟 我得工作呢 这酒送给你 拿去喝吧 好 No No 我不想喝你的酒 我答应我自己 我不会再喝酒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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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我不想喝 你瓶酒 这今天都怎么了 又是送酒又是送这个留生机 他们都为你庆祝啊 乖乖的 那家伙 我再去找找资料 看看有没有能帮上你的 好 谢谢 嗯 谢谢 哎 何礼啊 喝水 谢谢首长 来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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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啊 好 谢谢啊 喝水 你带来的消息 太乱乱振奋了 今天下午 日本人飞机来的时候 我还在想 不知道 黑市和陈家糊他们那边 有什么进展没有 果然 陈家糊立功了 州长 我现在刚刚想明白一点 当初 您为什么要把陈家糊 放到国民党那边去 是啊 不管是在什么战线上 只要是在抗日 就是为国效力 嗯 现在啊 陈家糊唯一的牵挂 就是他的亲人了 于公 你代表我们的党 于私 你作为他的同学和朋友 都应该 多去关心和照顾我 您放心 我打算 一会儿就到他们家去一趟 好 总之 一定要让陈家糊 解除后顾之忧 是 帮警长 您能不能约点事件关念 又没有什么事儿 招什么急啊 是你约的我 对啊 是我约的你 有什么事 苏丽贞不见了 什么 上面和苏丽贞失去联络了 后来发现他老窝别人给断了 你要时刻准备着 等待苏丽贞重新和你联络 给我联络 当然是跟你联络了 他是你的上线刹根给发掘出来的 难道跟我联络不成 行了 我明白了 那你没什么事了吧 还有一件事 你最近还跟那个陈佳的丫头有联络吗 什么 陈佳彦 你们俩不是经常在一起的吗 那是我私人的事 与你又关了 我先走 喝杯茶再走 再见 杨鬼子 赶着去投胎啊 我太抱歉了 我太抱歉了 对不起 我太抱歉了 来了 我 我没打扰你吧 没有 我正在等你呢 等我 这 神经妙算你 我来准是想跟你说一声 今天应他漂亮 但其实你是不信任我的 的确 我心里真是为咱们俩捏了把汗 你这看这地图找什么呢 找一张东西 什么东西 找到了我就告诉你 好 这次不会是让你替我捏把汗的事情 而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真的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没事 我先走了 不打扰了 陆所长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没有啊 我该说的都说了 我倒是有一件事情 要麻烦你 行 你说吧 只要我能办的 一定尽力 您找我 所长 是 老孙的车在外面等你的 什么事啊 你去趟医院吧 我去医院干什么 最近呢 你又是陷血 又是熬夜的 身体状况不大好 去检查一下 我没事 你还是去吧 现在这么忙 而且陈家胡那边又走不开 这正是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 是 昨天晚上呢 他拜托我 跟你说这件事情 而且一定让我办好 你瞧人家好不容易 一开口求我一次 别让我做难 那 我可不可以自己去 可以啊 都要注意安全 我又不是陈家胡 那谢谢所长 我走了 好 对了 回来我要看你的病例检查 嗯 知道了 来了 忙着呢 嗯 你上次让我帮你查的 能够观察到整个重庆 最好位置的山 我已经查到了 什么山 晋云山 对对对对 晋云山 晋云山 我早就想到是晋云山 对 晋云山 晋云山 海拔951米 是观察重庆最佳的天然气象观测站 对 就是晋云山 晋云山 你笑什么 我觉得你好像能掐会算 来 你来看 我查了很多资料 得到了进一步的求证 林荣龙 你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 这么毫无疾大 毫无人性地轰炸我们重庆吗 我怀疑一定是他们在晋云山里面 安装了气象站 他们及时地观测 重庆的气象 所以我们现在 仅仅是破译密码是不够的 我们一定要找出他们的命脉 掐断他们的喉咙 我听你这么说 更觉得这事意义非凡 对 但是现在我也只是怀疑 要得到进一步的求识 一定要做大量的工作 对了 家伙 我问你个事 什么事你说 你跟陆所长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 他让我去医院检查一下身体 你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 只是他突然让我去医院 我还以为是你跟他说什么了 没有 我没说什么 哦 那行 反正我这两天 会操控去一下医院的 你要不要带什么东西 不用了 谢谢 那我走了 谢谢 三部本部 我们之前 决定的爆撃 失败的事 非常不満 我们的情报部门也 尴尬 不好意思 我来说 我反正的海拔 热死的路是 能够人摆倒宿吗 就不没能够 我会是 能够人的力 有可能 确实是 他就一直在那里 你依靠只能够一斗 为什么厌至是其他东西 就是 用了中的上路 繋得外套 我会想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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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呢 除掉黑市导师 行欢路上动手 这封电报只说明了一个问题 日本人已经发现了海瑟斯先生 而且日本人已经完全掌握了 他的行动路线和规律 陆所长 你怎么对这个事情 一点都不震惊啊 家伙 有些事情没必要 也确实瞒不下去了 海瑟斯确实是被日本人给发现了 而且还给他拍了一组照片 拿着这些照片 昨天日本人去了美国大使馆进行抗议 委员长迫于压力 只好安排海瑟斯回国 难怪他前段时间 把留声器还有唱片都送给了我 这件事情我完全不知道 你也没告诉我一声啊 整个黑市就我一个人知道 杜先生的意思是 不要影响黑市的稳定 我明白了 一定是日本人上次轰炸失败之后 认为是海瑟斯先生 破译了他们的秘电 所以这次用这种 明摆着让我们能够破译的秘电 告诉我们 如果海瑟斯先生不走 就要动手了 这就是他们的意图 请进 我们能够破译的秘电 我很开心你终于学会草门 别说那些关于恨慨的相干话 我最讨厌那些乱七八糟的 还在思先生 谢谢你为我的祖国 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的 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感动 中国有句话 来日方长 我相信中国胜利以后 我们一定会有 更多见面的机会 我曾经有一个白日梦 中国胜利了 所有的中国人都说 我是一位英雄 所以你们的元首 把一枚孙奖送给我 回到美国以后 我告诉我的同胞 你们看 我在这里 就是一个普通的教授 但是在中国 我是一位著名的英雄 海茨茨先生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这枚勋章 你一定会得大的 怎么可能 你看我这么不光彩地离开这里 我倒是觉得 你是一位非常真诚的美国朋友 没有什么不光彩的 好了 全家好吗 不用安慰我 我一辈子爱女人 毕业 随便 伤害了很多很多女人 太大了 天上和地下的小日本鬼子 都知道黑市和陈江湖的厉害 那都是你教导有方啊 不要杀千秋 你有天父 天父是上帝送给你的 跟我没关系 好吧 就算是吧 你现在能接受黑市吗 不走了以后 你会不会也跑 应该不会吧 陈家湖 你像一条消息一样 很清楚 玩黑市 像大海一样 到处都是下雨 我很担心你 担心你会被密码世界害死 英语有一句言语 它会吃你 然后咔嚓你的骨头 密码世界会把你吃了 然后吐出来你的骨头 不会吧 但是你放心 我会尽可能地 把自己放到简单的世界里去 我该走了吗 看人也会是 你还会尽快 接着我 这辱委员 他会尽快 仅心你 承担你的 出人 你得着 我看到你 我看到我自己 但是你各个方面都比我好 你许个天才 千万不要让他们改变 成家乎 保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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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一路平安 美国有一句烟影 I'll see you in hell 好啊 你在那儿等着我 再见 召集大家开司会 向他们宣布海瑟斯走的消息 这真是一件 还有一件事 我要和你商量一下 现在由杜先生为我们训话 大家欢迎 本人今天宣布两件事情 第一件 孩子子先生已经离开黑市了 是吗 是吗 他的离开 是美国政府和国防部 有新的工作安排 也就是说 黑市以后的工作 就仰仗诸位同仁了 总理一训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委员长指示我们 团结起来保卫中华 现在 是诸位身体力行 全力担当的时候了 第二件事情 是一项任命 由陆所长宣布 我宣布 真厅处处长一职 由 严少秋同志担任 大家祝贺 同志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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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这个任命太突然了 以后你得多多支持我 陈嘉胡能支持你比较重要 同志担任 家伙 你没去医院 我不是说这两天抽空去吗 不过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如去医院闻消毒水呢 怎么了 你说严少秋这种人 他怎么能当处长呢 我倒觉得他当这个处长很合适 不会吧 你真的这么认为 真的这么认为 你气死我了 这件事情跟我们俩都没有关系 你为什么要生气 跟你有关系 我替你生气 那就更不值得了 林荣荣 让想做什么的人如愿以偿 这是好事 陈家伙 我发现你这个人哪 不光有能掐汇算的真本事 有的时候你还真有点歪理邪说 可能吧 我走了 去医院 从军啊 任命严少秋这件事 没什么想法吧 没有 真没有吗 真没有 没有就好 要京城团结 只有京城团结才有胜利的希望 如果你我之间都不能京城团结 那党国未来的希望 就更加渺茫了 杜先生 您认命严少秋当这个出厂 是再合适不过了 陈家伙你没考虑过吗 陈家伙是个散仙 就是让他当这个官 他也不会当的 职人善用 这一点就让我放心 话也说回了 陈家伙有能力 但确实不适合于当领导 上一次 我就看他 当面顶撞我 不是我自大 如果不是遇见我 而是一个小心眼的上司 陈家伙这笔账 很可能寄到你的头上 可能会对你有影响的 所以说 任用什么人 跟自己的切身利益 是相关的 您真是大度 您分析得很透彻 来 您喝茶 此时陆所长 虽然对杜先生的话 百般顺从 但是从内心上讲 他的不安和隔阂 已经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未经许的 进来 家伙啊 你找我 我呢 商人第一件事呢 就是先跟你见个面 拜会拜会你 见面可以 拜会就算了吧 没关系 反正咱们也用不着 要那么多讲究吗 我现在是破译处的处长 你是破译处的第一高手 今后咱们要精诚合作呀 职责所在 我会尽力的 好 有你这句话就行了 没别的事我就先走了 江湖江湖 等会儿 等会儿 那个海思思走的那件事 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好像是 超出破译处之外的事情了吧 这么说你知道 陆所长也知道 我不是不方便问他吗 所以我才问你啊 阎处长 破译处之外的事情 我可以不回答 我先走了 什么玩意儿 给依恋不要脸呢 你最近体力透支的 是不是很烈啊 没有啊 没有啊 我觉得这还好 外相这么弱这么乱 这不是好信心啊 我建议你做个全面检查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休假治疗 有那么严重吗 小张能不能在咱们医院 做个人流手术 这怎么行啊 我们这医院不能做人流手术 你不知道吗 我 00716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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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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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218192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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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81823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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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8itä 我看你是搞错医院了吧 你找谁啊 你是谁啊 跟你说话了 你是谁啊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出去出去 出去 你们院长在哪儿 在办公室 办公室在哪儿 在楼上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你要跟我说什么 你说 我要你把两个月以前 做流产的那个孕妇的病例 和主治医生 带到我面前来 你这是在为难我呀 病人那么多 那两个月之前的事 我哪记得住啊 你不可能记不住 那天晚上你们院被封锁了 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 病例和医生 病例烧了 医生 医生不是我们医院的 你不说他是你们这儿的专家吗 到底怎么回事 我不能说 我说了我肯定会死的 你不说你死得更惨 等等 我说 我知道他医生住的地方 你去找他 他会跟你说的 为什么他能说你不能说 你就放我一条生路吧 我说了肯定是死路一条啊 他说了他可以跑 我拖架带口的 我 我往哪儿跑啊 你要是敢骗我 我去哪儿청 但我还要是想起来了 不会远 我说我 我走 我走 那我走 不像像从不敢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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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混到那医院去的 我不是混进去的 是有人跟你一样拿枪比我去的 你胡说 我真的没有胡说 真的是有人拿枪比我去 把一个女的娃给弄掉 就不杀我 还说给我钱呢 还说给我钱呢 你说什么了 她说她是政府的人 说那女的是日本人 肚子里坏的 坏的是孽孽种 老八蛋 他来了 我也是被你的 别打了 我真是被你的 老八蛋 出声 我不是 我是被你的 老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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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马 老八蛋 老八蛋 老 tier 老三 老百 老ié 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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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小小小 严少秋这个王八蛋 就万万没有想到 杜先生会对我不信任 安插严少秋这颗钉子 在我身边待着 其实您的意思 也是要认命严少秋吧 可笑就可笑在这个地方了 他们太小看我陆某人了 以为我会安排陈嘉胡 当这个处长 什么样的人 该在什么样的位置 我比谁都清楚 这陈嘉胡 本来就不是一块当官的料 我不能因为对他有好感 因此就把他给扶上去 这个严少秋 几乎对破译工作是一窍不通 我本来打算 把他安插在他们中间 当我的一面镜子使唤 没想到啊 不过要不是杜先生 急于插手这件事情 我们都被蒙在鼓里 干什么去 把这严少秋做了不就完了 你说这么多年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 遇事要冷静 回来 谁要是三更跟你过不去 我就让他活不到天亮 你把严少秋那个窝囊废给干掉了 杜先生在命令我把你给枪毙了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啊 我无所谓 我有所谓 不过我提醒你啊 从现在开始 我们都要把我们的情绪给隐藏起来 不能让严少秋这个王八蛋 发现我们已经知道了他是一颗钉子了 你好好盯紧了他啊 我们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不留痕迹地干掉他 明白了 休息 是 什么事啊 惠子和陈家胡的孩子是不是你安排人拿掉的 是不是 你那枪上膛了吗 你爱是吗 总的 你爱也不太合适了 你爱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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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风的声音 音乐缠绕在天际 把谁的秘密 从此向前在梦里 听风的呼吸 恍然惊动了回忆 把爱的信息 纷纷争来又争取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让跟你 聚与预散的问题 却被你无痕迹 我叹在手心 俊阳的意义 随便拼走起回忆 把信仰牵起 早已模糊在心底 听风的诗意 隐蔽洒落了一滴 让岁月痕迹 缓缓又来又去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却被你无情抛弃 沉浮在那空气里 我要问是谁扔给你 聚与预散的问题 却被你握住 我他最熟悉 我要问是谁告诉你 爱与恨的意义 这样一个秘密 有这样一份回忆 不愿牵离 随着风的意义 随着风的意义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 李宗兰 订阅